我跟我先生在东京开了一家公司 那我们是做家具设计还有家具的开发 然后有时候是帮客人的家做客制家具 那如果是比较大型的公司 那我们公司也提供设计方案跟家具制作 然后还有一些饭店的备品 所以我们做贸易同时也做设计